木筏求生的第三百一十四天 海水上涨依旧没有停止 为了生存下去 我启动了移民计划 并打算在三日之内 建造出公主号邮轮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是最后的希望 慧哥 慧哥 你开门呀 乡亲们都来催我了 咱们今天到底要做什么呀 天都这么亮了 别急呀 玉尔 你看我熬夜绘画的图纸 这就是咱们的大邀轮 哇 这规模 这是前所卑鉴呀 那是 为了生存下去 咱们只能拼一把 快去叫乡亲们集合一下 我要宣布任务了 好 马上摇北海水研磨了 我还没去媳妇呢 不弄酒怎么撕了 是啊是啊 都别乱了 人心惶惶的 别慌了 等会儿看镇长 怎么安排吧 一定有办法活下去的 哦 乡亲们不必惊慌 跟大家说一下 节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呀,被淹了就更有趣了,赶紧把农场拆了,还能回收一些木板呢 原来是这样,你说的对,咱们快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想法不错,以后在邮轮上,咱们说不定还能高高养殖呢,镇长大人知道了一定会高看咱们一眼,二状听令,这座岛屿一个活物都不许留,全部带回 手道,你看低下,又只打黑猪,我去把他抓了 去吧去吧,嗯,我低个二状啊,那是大野猪,很危险的,你可不能翻二啊 小师弟啊,整个蓬德镇能收集的都收集了,大炮正在做张力呢,咱们是不是能直接开工啊 不行,数量还不够,咱们的公主号邮轮少说也得要五万块木板 算上发明家出海收集的,应该还是不够 啊,啊,邮轮回眸小一点不行吗 肯定不行,邮轮够大,才能够安全 那这,那这前面的努力,不都白费了吗 既然要拼,那就不留后路了,大师兄,咱们拆飞机 啊,怎么拆飞机 威哥,发明家他们已经把周围海域,搜刮一空,所有的资源都放这儿了 嗯,这看着才像是个大工厂 我的妈呀,在海上生存了这么久,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资源 这些资源,可是集结了鹏车这所有人的努力,它就是我们生的希望 那咱们不如抓紧开工 不不不,现在天色已晚,乡亲们都需要休息,而且我已经安排大炮,去教乡亲们如何建造游轮了,这次是个大工厂,所有人都要参与 我们都不会拖后腿的,可是这么多物资本在这儿 怕是呢,有我在,谁敢来偷咱们的物资 我手中的炸弹,直接灭了它 看着大师兄的驾驶,没问题,物资就由你来守护了,明日游轮正式开工 明日游轮正式开工